一開始為何做設計是純粹很喜歡聽音樂 那些唱片設計很帥氣 但是讀了設計之後就覺得原來設計是可以達到一些目標 可以達到一個好一點的世界,可以幫這個世界改變 在我的角度,其實烏托邦不會在一個現實裡面存在 但是怎樣去達到這個烏托邦 就是那個過程每一次去做一件事,怎樣去改善它 你去做完之後就會覺得那個東西未必是最好 未必是真的烏托邦,所以你會繼續改善它 但是那個過程就變成好像一個演出版本 就是你不停地去做,不停地去改善 那個過程就是去達到烏托邦的一個接觸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,我主要在他們的動詞、行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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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描述一些想法 怎樣去描述一些文字上面的描述 所以就展開了這些文字上面的描述 這件事好像可以充滿一些,不需要一張一張圖片 放在那個角落裡面 怎樣可以有一個日常的,好像每天都會不同 每天都會更新的感覺 所以就想到,啊,鐵街招好像很重要 因為鐵街招這件事是很…很即興的 可能每天或者每個星期他們都會去跳一次 一張琴一張,一張琴一張 所以就,啊,用鐵街招這個方法挺好的 如果這一刻來說,創作是怎樣去令自己做得好些 怎樣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過程 可能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所謂一個很無盡的過程 因為每一次去做一件事都覺得 啊,其實可以再改善,就會變成一個 不停地去運轉一個沒有盡頭的過程 或者不是那一種可能會這樣做 就,啊,會不會走路 但有些經典的過程 不是那種可以做夢想嗎? ти就… 我還是會做夢想要讓人對…